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界 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的身份不是一位德道高僧 却被佛教信徒称为活菩萨 他不是一位外交官 却对中日建交有着重要影响 他不是一名畅销作家 但他的著作却一版再版 他的一生跨越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 在大半个世纪里带领中国佛教 在风雨沉浮中前行 他就是佛心护法 赵普初 东方有智慧 智慧在东方 又到了你我大家一起修行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故事 讲述的是一个佛心护法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赵普初先生 赵普初世人尊称赵普老 说起他这个尊称还有一段小故事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 赵普初已经成为抗日旧王组织 义友社的理事长 他尊敬连税大的人 逢人既在姓名后去掉末尾的一个志 就换成某某老 别人便以此法称他 这是赵普老 大家当时一听也都笑了 因为赵普初当时也才三十一岁 此后赵普初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 赵普老 而这个名字在此后的数十年间 就跟中国的佛教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7年的3月7号 太虚法师将赵普初叫到一佛寺 告诉他说 自己将要到吴系和常州去 而且把一本人生佛教的书给了他 勉励他为佛教护法 的十天之后 太虚法师在欲佛式元气 赵普初当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吴系和常州便意味着无常 看来护法护教 已经是太虚法师对赵普初的临终嘱托 而复法护教 也就这样成了赵普初一生的追求 这是赵普初书写的佛心 这是赵普初对书法的认识 对佛教的深刻理解贯穿在包括书法在内的 他的一切行持当中 1907年11月5日 赵普初出生在安徽太湖 著名的世太史地汉林府中 1920年 家道中落的赵普初离开家乡 前往上海绝缘 投靠他的表舅 当时佛教界的重要人物观久之 除认真办理佛教事务外 赵普初与原音 太虚 印子等人都有交往 而佛教图书馆收藏的大藏经 及诸多佛教经律论 也使他更深入地认识到佛教的真谛 从而对佛教产生了信仰 1935年 赵普初在原音大师的介绍下 皈依佛门成为在家居士 1937年 松户战争爆发 国难当前 赵普初与原音法师一起 以上海佛教护国和平委员会的名义 收留转移近五十万难民 赵普初也因此被各大报纸 称为活菩萨在世 从此名阳打上海 著名作家王元化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与赵普初有过交往 他看到赵普初在生活中 那样积极进取的办事 觉得这似乎与佛教出世的精神 不大符合 便问赵普初 你真信佛教吗 赵普初回答 那当然是真的 信先是对佛的信赖 然后是对佛的理解 再将这种理解付出实行 最后得到证悟 这样一个信解行政的过程 循环往返 日益达到更高的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国庆节 作为著名民主人士 赵普初前往北京 参加由中国政府发起的 亚洲和太平洋会议 会上赵普初见到日本代表团 不由心生感慨 虽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 但中国被撕开的那道伤疤 血迹仍然依稀可见 然而赵普初更知道 和平对于新中国 所具有的深刻含义 几经思索后 他将一尊象征和平的 药师佛送给日本 随后日本佛教界真诚回应 从1953年到1955年 日本佛教协会会长大谷盈润 先后护送数批二战时期 中国劳工巡难者的骨灰 回到中国 当时普老培着 周恩来接见他们 周恩来说不要说 新山何处不卖中国 大家看就成立一个组织 就是日本宗教界 友好肯化者协会 这样就开始推动 民间的对话 随着中日关系逐渐缓和 周总理示意赵普初 加强中日佛教界的 友好交往 六几年嘛 佛老呢又想出一个题目 让建征回来探亲 建征是多少年轻的人 怎么回来探亲呢 做了一个铜像 把他铜像结回来探亲 这样两国佛教界开始触动 走动 最后以民触观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呢 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你看这个佛教可不可以有作为 这些影像记录着 建征那次特殊的回国旅程 那一天在场的每个人 都被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着 中日之间的空气 在几十年的冻结之后 开始变得祥和温暖 这幅赵普初 在京都阑珊 周总理诗碑揭幕仪式上 即兴提写的书法作品 笔衣洒脱 欣喜之情 异于彼端 中日之间的佛教交往 最终推动了 两国外交的破冰行程 作为佛教徒 赵普初用行动 践行了和平与非战的精神 在赵普初的参与发起和组织下 1953年5月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 赵普初任副会长 兼秘书长 虽然宝禁崇光 法剧复燃 但赵普初深知 由于过去佛教长期的衰落 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局限 外界也存在着许多误解与障碍 对待这一切 唯有升起智慧来观察 来应对 一个人认真修学佛法 依教奉行 表现出佛教徒应具有的精神风范 就使着社会对佛法产生好的观念 有利于佛法的存在 并得以发阳光大 这便是好的护法 数十年来对中国佛教界的贡献 也使得赵普初先生赢得了 佛教大护法的名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 赵普初以及众多高僧大德 被宣布为隐藏在寺庙里的牛鬼蛇神 接受劳动改造 在这样的时局下 赵普初仍以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的佛理 尽可能地对佛教事业予以护制 并深暗 世间必有因果灵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1980年 七十三岁的赵普初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古希之年的他进入了人生又一个辉煌时期 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 只要他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之后 才可以说是真正在这个社会里站稳了脚跟 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佛教当然也不例外 佛教进入了中国 也逐渐的路乡随俗 以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 像汉族腊月吃腊八粥 歹族的泼水节 藏族的沙哥德瓦节 无不具有佛教的色彩 赵普图先生曾经风趣地说 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可是他一张嘴说话 其实就包含着佛教的成分 语言就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 我们日常流行的很多用语 比如说世界 如实 实际 平等 现行 刹那 清规戒律 相对 绝对 等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会 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 恐怕他们连话也都说不周全了 虽然佛教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国的宗教信仰处在刚刚恢复的时期 佛教和社会隔绝已久 普通人对佛教的认识还停留在封建迷信的层面 除了恢复寺院 整理佛教经典文献 对外交流之外 在赵普初的直接提倡下 中国佛教界重新提出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的思想 因为中国近代社会这种情况 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各种影响进来 他们近代就是船舰炮利 西方人打过来这种 所以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当时佛教界的这些精英 他们就是考虑到这些情况 当时对佛教界也有很尖锐的批评 觉得当时的佛教界有很大的分量 就是很多和尚只是做法事 就是为民间社会老百姓做法事 然后赚取一些费用来维持佛教应转 这样就是把佛教的层次放得很低了 所以他们就优国优民 就是优佛教 优社会这样来提出人间佛教 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直接赵普老提再提出来这个口号 现在已经成了这个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方向 也可以说是两岸四地的佛教发展的一个方向 赵普博先生这一生佛学修养剖身 但他却很注意最普通民众的佛教知识传递和普及 有这样一本佛教常识问答 他本着讲事实不渲染的精神 用人们能够接受的常识问答形式深入浅出地把佛理表述了出来 使人们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这本书开始发表时用饮水做笔名 这具有生动而含蓄的用意 禅宗说道 如人饮水 仍卵自知 这说明对佛法的理解 是要在行 政治中去体会 而领悟的 无论在何时何处 阅读永远是人们荡敌心灵的最好方式 每到周末 深圳中心书城聚集了大量来自深圳各行各业 行色匆匆的人们 在众多的读物当中 宗教书籍也成了很多人的首选 这些书呢 它主要讲一些就是 人类和宇宙的本质的东西 我希望看一下这个方面的书 让自己就是说 能够那个思想境界吧 有一个方面的提升吧 我看这个 就是看这方面的书吧 能够使人平静 给人一种心灵的洗涤是吧 对我感触最大的就是说 能够让我在那种非常浮躁的情况下 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心情 就是以前就是 因为我父亲对那个 佛教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有些东西比较 比较就是太难了 太深奥了 然后有一次就读到一本书 叫佛教常识问答 就比较浅显易懂 然后就让人比较能够容易接受一点 这本书共分四章 251个问题 以问答的形式阐述佛教基本知识 赵普初从50年代开始酝酿写作 他希望这本书 能倡导积极入世的人间佛学 为世人指点一条生活修养 和抵达成名之境的正途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大家对宗教 罗斯宗教政策 这样的一个大事 也比较陌生 对佛教也比较陌生 恢复佛教 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 大家一时还认识不清 那么赵普老把这个书编出来 使得大家说 佛教它是不仅是一个宗教 也是一个文化 只要我们要能够 不要把佛教单纯地 看作是一个宗教信仰 而它更加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载体 赵普初在佛教常识问答中 回答什么是菩萨行时说 菩萨行总的来说 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 修学菩萨行的人 不仅要发愿 救度一切众生 还要观察 日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 只有利他才能自利 这就是菩萨 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 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 和菩萨行的人生观 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晚年赵普初因病长期住院 他以诸行无常 时空无尽的宇宙观 面对生老病死 在病中他仍坚持工作 这是1996年2月 一次大病之后 赵普初写下的字句 1998年 佛教传入中国整整两千年 这年年初 赵普初在人民大会堂 接待了香港佛教界一行 在得知香港即将把佛诞日 作为公共假期 并打算请佛亚舍利 前去瞻仰的时候 赵普初当即答应 愿意促成此事 亲自护送佛亚舍利 巡礼香港 是冒蝶之年的赵普初 一个大胆的决定 不顾医生的反对 他一再坚持要看一看 回归之后的香港 1999年5月20日 已经92岁的赵普初 亲自护送佛亚舍利 前往香港 当飞机抵达机场的时候 见到了以绝光和施勇心为代表的香港佛教界的迎接队伍 队伍中还云集众多山谷名流 使得赵普初感受到了香港佛教信徒的前程 佛亚在人间是一个圣物 是受到意外人的崇拜 在我们这个回归之后 佛像也那个到那去 那是我们佛教法叫 叫加一大欢喜 这有次的不吗 香港的庄大的佛教信众 加一大欢喜 那是更加坚强如意 也许赵普初已经感觉到 这次护送佛宝的旅行 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性 在这次佛教圣会上 他的演讲吸引了全场来宾的目光 佛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在世界世界千年双交之际 他将在世界多元文化中 在解决人类自身建设问题上 一定会做出中方文明 再度辉煌地出的动线 就在香港之行的整整一年后 2005年5月21日 赵普初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1996年10月 赵普初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 就已经写下了一注 短短32个字 写得一丝不苟 淡定自如 对于人生 他早已参悟了然 笔墨间 战役出的是物得缠击后 随缘任运的达官精神 佛陀说 以此大悲心及诸法空 二因缘故 能不惜内外所有利益众生 不起难行想苦行想 一心精进欢喜 在近七十年漫长岁月中 赵普初秉承佛陀教会 悉心呵护着中土佛教的参天大树 使之根深蒂固 花繁年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格力一虎一席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